好,所以再来第三个,抽象化 抽象化呢,它是一个学习上面很重要的能力 而且我们教心智图 我今天讲这五个方法,其实在学心智图就可以全部学会 那不需要一定要学程式 所以我今天也不跟各位讲学程式的部分怎么教 所谓的抽象化就是大海捞针 你想要获取一项新的知识的时候 如果是老师讲的,会比较有系统 但是老师讲的,你还是要去从老师讲的课程里面 从课本上,从自修里面去把重点给挑出来 因为你要猜考试会考哪里 所以要挑重点,所以就画重点 这些都是抽象化的动作 那所以我们在教心智图的时候 我会习惯教学生,不管是看文章 看杂志,看课文 你觉得重要的那一段落,直接画红线 那你觉得这一段可以用这里面的哪一个词去表示 就把它圈起来 那一个就是关键词 所以你一看到这个关键词 你就可以想到这一整段的意义 那一个词就是关键词 就是我们将来放在新制度上面的节点 所以如果你训练他这样的能力 他以后在学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把一堆知识,学到的东西浓缩变成一个字 收起来 然后再学到新的,浓缩变另外一个字就收起来 你看记这一堆跟记那个字,哪一个需要脑笼用比较小 当然是记那个字比较轻松嘛,对不对 他就可以一直吸收一直吸收 然后这一堆字,这一堆字啊 将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之后 他可能又有一个新概念可以包括这些字 又把这些字再说起来 你们觉得很神奇 那学习就是这样才会学得快,学得好 所以我们常会,我教学人做这种事情 就是新制度真的很重要 但是我们这个新制度跟外面那个商业新制度不一样 不是那个线要画固的,然后要颜色,不是那一种 我这边是比较实战型的新制度 所以感谢有空跟各位分享 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有能力 他有能力在茫茫大海里面找到他要的知识 而且把那个关键点提出来 或者把那个关键架构提出来 这个人的抽象化能力就很好 这样的人通常是怎么样的人 或者他的职业 什么职业会需要这种能力 这种人通常会是学霸 他马上就可以学到关键 有时候你去找一些长官 找校长啊找主任啊 你跟他讲一堆事 他马上就知道你讲的是这个 重点就是这样做 他两句话就帮你打 所以我常常接到电话 老师啊,我们那个... 讲了一堆 我知道了 你就把那个插头拔过来这边插就好了 因为他抓到你的重点是什么 你讲到一堆东西的重点其实只有这个 好,所以当女朋友一直跟你讲说 哇,那个哪里风景多美啊 好,然后什么东西 讲一堆,讲了一个小时 他的重点是什么 带他去 带他去 对,没错 你们都很抓到重点 对,没错 我们这种直男比较困难一点 那一天 那一天 我老婆是代课 我老婆回来家里就开始抱怨 她说 某某某学校找我去代课 本来就是说好,那个老师就跟他谈好 他那一天课只有五堂 所以他就愿意去代课 然后去代课回来之后 就在那边生气 他说 那个老师事先又跟 那个教务组又跟他调课 然后所以他那一天变成六堂 所以他去学校才知道他要上六堂 所以他回来就 就在那边一直讲一直讲 然后 那我们两边都是重要伙伴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要 但是你跟我们男生讲 男生的脑袋的逻辑是很清楚的 我就会跟你说 这个法令上 这样是学校是没有错 然后习惯上呢 学校也不需要说特别跟你解释什么 因为就是找代课老师来一天的就是一天 学校怎么分配那是学校的事情 就开始跟他分析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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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你不要太在意 最后结论跟他讲 更生气了 你觉得重点是什么 安慰 对了 他其实就是要你 辛苦了 辛苦了辛苦了 对对对 他的重点其实只有这样 所以 各位男士 不过这个真的很难学 因为 女生的想法跟男生真的有时候差太多 但是就是你要抓重点 好 那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所以如果 你可以教学生心智 就是常常练习习惯把重点抓出来 像我现在听那个podcast 或者网路youtube 有时候会看一下 人家听那个 听人家讲一些说书啊 阅读心得什么 会稍微看一下 然后 一般人是听过就算了 我有听过就算了 哎 既然他讲的不错 也是听过就算了 后续没有动作 对不对 可是我如果觉得他的东西很重要 我会特别做新制度摘要 把它摘下来 因为我下一次 突然想到要他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不用再去找他的影片 从头到尾再拼影片 我直接新制度打开 你看我要哪个点 我就看哪个点 我马上就记得那一天 他讲的所有内容 所以 那个抽象化这是要练习的 而且这是成为学霸 成为工作霸 成为教师霸 成为校场霸的必要能力 每一个孩子都应该要对 好 再来